你放开 我不走 放开我 放开 放手 放开 殿下 顾启生 你是不是找死 农非夜 你知道这一切 都是为了谁吗 你知道毒丫头她 你要是敢说出来 我现在立刻取出心头血 韩芸汐 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 我们俩说悄悄话 就当你不存在 子蒙 你要动手是吧 好啊 这回我不会手下卢情的 在毒丫头面前我不会动手 你有本事 我们换个地方 殿下 我 殿下 你明把顾举照怎么样吧 你很在意他 我说过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是北厉皇子 曾经试图利用你 来刺杀本王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娘 而且他跟北厉 已经没有人相互 没有关系了 对你不会有威胁的 威胁 他配吗 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把他杀了 你说什么 他三番四次挑衅本王 本王为何不能把他杀了 难道你对他的感情 比对我还要深 是 殿下第一次见我就要杀了我 是顾七少救的我 太后止婚 你也不想娶我 还得我被所有人嘲笑 百里民下来了京城 你就对我不理不睬 是顾七少安慰我 殿下总是凶我 顾七少却对我实可好 我对他的情谊当然比你深 你是我的女人 心里却想了别的男人 他对你好 他安慰你 你知不知道 廉耻两个字怎么写啊 我不知廉耻 龙非夜 你可以控制所有事情 但你控制不了我的心 我控制不了你的心 但我可以控制你的人 从今往后 你不准踏出梅海半步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凭我是你的夫君 我现在想清楚了 这些儿女情商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要去完成我的宏图大业 我现在就回街 你给我在这儿待着吧 你告诉我 顾七少在哪儿 我把她杀了 启示荒野 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 想的招数一个都没有用上 殿下你就死心了 想的招数一个都没有用上 爱眼心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殿下对你死心了 但就会慢慢忘了你 你应该笑啊 还有五天 就要去摘几毒草 殿下 王妃娘娘 殿下并没有煞骨气烧 她只不过受了一些小伤 况且现在还有助瑜姑娘在照顾着 娘娘不必多虑 我知道 殿下不是那种人 娘娘 殿下马上就要启程回京了 属下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虽然她对姑息烧的一些行为 有些误会 但一属下对她多年的了解 她只不过是一时生气罢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主动去找一下殿下 跟她求个情 道个歉 说不定 殿下就释怀了 殿下现在在哪儿 我带你去 殿下 你还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 我可以道歉 误会 我亲眼所见 能有什么误会 殿下我说最后一遍 我跟七少只是朋友 你对朋友的定义 还真够广泛的 看来在家中 从来没学习过要守福导 你这话什么意思 本来我想给你留些眼眠 既然你问了 那我就告诉你 不知廉耻 不守福导 水性洋化 鲁飞翼 你把我当什么了 韩芸汐 我告诉你 日后我要是问顶九五之存 你出身那么低贱 凭什么站在我身边 你不是挂点那个顾七少吗 这样也好 以后请你滚出我的实心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相识 我说话算数 梅海送给你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踏入梅海半步 我不稀罕 你救了芸汐的命 我便饶你两次了 芸汐是我的王妃 你要再离她那么紧 我一定杀了你 好一个是你的王妃 那你舍得她为了你死吗 我怎么会让芸汐为我死 你说什么呢 王妃爷 我今天把你引到这里来 就是想告诉你 毒丫头所谓的能解你身上的毒 需要三种毒药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药 是心头血 是毒丫头的心头血 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她想让你活下来 自己去死 这又是你挑拨我和芸汐 关系的奸计吗 没想到 钱王这么自欺其人 你是不敢面对什么 还是怕自己知道了事实 还是为了活命 让毒丫头取了自己的心头血 为你解毒 自欺欺人地活下来 你闭嘴 你让我闭嘴 那你就杀了我 正好我可以去陪毒丫头 做一对同命鸳鸯 你杀呀 我警告你 你让毒丫头死了这份信 要不然 她会为你死的 她会为你死的 芸汐 对不起 原谅我 好 风静静 滑落沉溺 听雨夜深深夕 正一曲 是黄琦 奈何相思难如 幻青青 牵你回忆 只是徒赞白发一语 徒相你 多年过去还难分 将过去都记起 我就算不要这江山 我也不可能不要你 你是我的女人 心里却想着别的男人 他对你好 他安慰你 你知不知道连成两个字怎么写啊 日后我要是问顶九五之尊 你出身那么低级 凭什么站在我身边 你不是挂念那个顾七少王 这样也好 以后请你滚出我的视线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相识 对抗家头 你先走 雲汐 雲汐 快走 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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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七尚 七尚 走 走 站开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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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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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样 陆芬叶 你竟然没有发现毒丫头子骗你 七尚 七尚 带顾七尚回去疗伤 是 小心点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殿下 你不是喜欢看花本吗 到时候我让西封 把所有的花本都给你买回来 西封 从今天开始 王妃不准踏出梅海半步 是 殿下 我不要被关起来 你就让我跟着你 我绝对不会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天徽帝正研究毒古人大军 若不及时阻止 后果不堪设想 战场上九死一生 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冒险 黄夕 等我打败天徽帝 就立刻回来见你 好吗 那你一定要回来见我 无论生死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好 cola 殿下 你身体没事吧 毒丫头 毒丫头 你怎么来了 谁放你出来的 你们怎么看人的 我自己要来的 毒丫头 你把他给我带回去 你命令谁呢 毒丫头 听话 跟我一起回去 你还拿不拿我 当朋友啊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殿下说几句话 毒丫头 请吧 韩芸汐 我没有话想跟你说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走 死也不走 生不离 死不弃 你走啊 这段时间 我无时无刻 不再担心你 吃不下 睡不好 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立马清醒 可是我一见到你 就心安了 觉得 就算天塌下来了 也照样能过日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你在我身边 殿下 不要赶我走了 也许灾难还没来临 我就因为思念你而死了 芸汐 奇毒草在顾青少呢 我就算有心头血 也练不了药 所以我们谁也被想说服谁 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好吗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做的糕点吗 我怎么会忘呢 我就是因为吃了你做的糕点 才毒蛊爆发的 这辈子我可都忘不了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嘛 不过你做的糕点 真的很好吃 真的 那我下次再做给你吃 好 殿下你现在开心吗 当然了 是因为有我在身边 对吗 对 我在梅海 每天都担惊受怕 担心殿下的身体 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殿下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不在最后 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呢 坐过来 坐过来 好久没有这样抱着你了 芸汐 你说得对 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还不能珍惜 这最后的时光 哪怕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一起度过 殿下 殿下 各部营仗全都安排完毕 殿下 沿途的百姓已安排撤离 这里的地势 很容易被包围 传我令下去 各部丢弃营帐 简装迅速撤离 遵命 殿下 既然你知道这里 不是暗营渣渣的好地方 为何还要如此大费周章 我们边打边撤 就是为了拖延天徽帝的 近空时间 这样百姓们才能够安全撤离 有你这样安民的殿下 是百姓之福 如果将百姓们 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我光复秦夕 又有何意义 殿下凶怀天下万民 邪不胜政 人意之事必胜 天徽帝的独孤大军 不容小惧 此次他轻其所有军力 必定要与我输死一场 之前我怕走漏风声 一直不敢告诉你 这是之后的作战计划 如果我坚持不到大战那天 记得把这个交给西方 殿下你不会有事的 将士们期待的也是 你跟他们一起打败敌人 你一定要好好的 先把药喝了 先把药喝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去看望一下将士们 给他们鼓舞士气 走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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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他已去世了 你是说将绝宗草投入火中 能够杀死独孤人 我归顾大哥用独孤人试验过 真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菊冬草 只有雨泽那里有 但是我会想办法拿到的 你也一定累了 我先扶你休息 来 手给我 如何 拍摄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殿下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呢 怎么哭成这样 是不是把我走了 没人要你了 胡说 我只是刚刚煎药的时候被烟熏了眼睛 对了 我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 你马上就会好了 别骗我了 殿下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最放不下 是一个叫韩芸汐的人 从相识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给她带来过快乐 直到我快死了 她还要为我流许多的眼泪 我总是想啊 若是当初 我们不曾相逢 我们不曾相逢 该有多好 这样 我死的时候 遥无前果 她也会平安喜乐 幸福地过一生 可是能够和你相遇相知 是韩芸汐 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不管经历的那些 是痛苦 还是开心 她都甘之如意 刻骨铭血 是谁 由于时间仓促 明能叫你们来 但请我爱的家人 为我祝福 请郎官踢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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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救门 我 韩芸汐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明正言顺 是我的妻子了 这一辈子 都是我龙非裔的女人 我真的很幸福 婚后 陛下会带我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所以 可能近期见不到你们了 望大家珍重 又自己掀了盖头 那这次大婚 还算不算数了 那你为何一直不掀盖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记得从前 你跟我说过 你要我 让你做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此刻我突然觉得 此刻我突然觉得 我才是这个世上 最幸福的男人 其实我觉得 幸福是 两个人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可是两个人 总有一个人会先走一步 傻瓜 大喜的日子 干嘛说这些不激励的话 那你答应我 你一定不能逼我先走 韩芸汐 我是你的夫君 你的天 你的地 你的一辈子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等着我凯旋归来 我要在这里和你过一辈子 你怎么不喝 没事 你怎么不喝 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欠过 我也明白 你不会这么狠心对我 原谅我 私自做这个决定 因为这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果 相公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知道相公很想我活着 但相公是芸汐唯一牵挂的人 你死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牵挂的人了 我每天都要活在想念你的痛苦之中 相公你不能这么狠心 我现在就去找七少 不知道 他肯不肯取我的心头心 如果不肯的话 我就自己来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救魂 等我回来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不是找顾北月去了吗 他没有帮你 你就来找我了 顾大哥已经死了 七少 只要你答应旧殿下 我什么都答应你 答应你跟死人有什么用 你在干什么 快把刀放下 顾姐让你听清楚 日后殿下死了 我绝不毒火 你真的疯了 这是我炼制的药剂 接下来的时间靠你了 接下来的时间靠你了 等我死了之后 取出心头心 救殿下 我求你了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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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 我那么爱你 我那么想跟你在一起 你为了你爱的男人 死在我眼前 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忙 为什么要这么狠心 季少 真的很开心 这辈子遇见你 只是这辈子吗 今生你先遇见龙非烟 才会爱上他 所以我并没有输给龙非烟 而是输给了缘分 所以 下辈子你一定要先遇到我 然后爱上我好不好 季少 你曾经许过一个心愿 下辈子 你听到你的嗓地丫头 是辈子报答你的恩情 你 你 我 你 我 凤凉少爷娇丫头 下辈子 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一夕融在风光下陪雨中 其实好 你去送藏烧干之后 可以杀死独孤日 麻烦你帮帮殿下 这个寿主 送给你做个纪念吗 七少 谢谢你 交一个手术 有什么用 殿下 如果还有下辈子 鱼虾还要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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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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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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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风浪散染天下春冬 去在心底最柔软出口下你的重重 鱼虾 金花和幻荣在眼前流动 这浮光略影温暖了弯控 鱼虾 爱是万里长年转 鱼虾 摇摆上一点红 鱼虾 它就看下 被捕掠过了 鱼虾 蜂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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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虾 别哭了 师兄 我怎么会在皇宫 韩芸汐呢 顾吉尚 韩芸汐在哪儿 她死了 她为了你死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帮她的吗 你以为我想帮她吗 我根本不想救你 我怎么可能会让她死呢 她服了七毒草 拿刀刺了自己的胸口 如果不救你 那就等于 她白白地为你死了 但你告诉我 她的遗体在哪里 让我去见她最后一遍 她死前交代过我 她不想让你见到她的遗肉 她现在已经死了 我求你 尊重她的遗愿 她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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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非爷 你给我振作起来 韩芸汐不是为你一个人死的 汉为天下的百姓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 殿下 殿下 杜国人 已经勾到城门了 你想让韩芸汐白白地牺牲吗 魏殿下 天徽的人马已经到达城外 现在正在排兵部阵 我一早就命令征南将军 在城门东西两侧 各挖了两条密道 一旦天徽帝进攻 我们就佯装失败 将天徽帝大军引入城内 这样 我们便从东西两侧夹击 与城内的禁军 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到时候天徽帝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百里将军听令 你和孙大人 派兵前往东西两侧的密道 听后指令 是 殿下 毒蛊人可以一敌石 又凶残无比 万一他们突围 莫军怕是会乱了阵脚 万一突围 慕家军 会在后方 牵制他们的后援部队 无论什么代价 这一仗我们一定要赢 你是何人 也想杀天徽的人 我有一样东西 可以帮助你们 消灭毒蛊人 我 殿下 绝踪草 你们把这绝踪草点燃以后 散发出来的毒蝎 会帮助你们杀很多毒蛊人 我 多谢 你不用谢我 谢毒蛳头就好 请 郑南将军 一旦开战 你便带兵前往 与牧将军会合 断了天徽帝的后路 末将遵命 我也帮人帮到底 后方的人 就让我来解决 城下的人 你要消灭得干干净净 请 秦夕必胜 启禀陛下 是龙非夜出现了 龙非夜 他居然还没死 不过也快了 中将士准备全力攻城 是 李全 奴才在 龙非夜向来阴险 朕把他设下埋伏 快去调动后方大军 若前方被包围了 也可以形成反包围之势 将他一举歼命 劳奴遵旨 准备攻城 施不宜迟 是不宜迟 出发 判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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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被包围了 怕什么 朕的后援大军 马上就到了 陛下 我们的后援大军 已经被消灭殆尽 就连李公都与朕亡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陛下 现在的情况十分紧急 赶紧撤离吧 陛下 撤 9cal 2 3 3 4 4 5 血 1 1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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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抱歉 �도やと 天徽 今天我们应该做个了断了 虽然朕折兵不少 但你们未必能够赢得了 朕这些毒蛊人 有伤杀了龙飞燕 朕折兵不少 是为韩芸汐的 看来韩芸汐已经死了 她是为你死的 天徽投降了 龙飞燕 你以为你赢了吗 不 等你登上救我之尊的宝座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孤家寡人 你爱的人已经为你而死 你一辈子都要被亏咎折磨 为了公固政权 你的亲人和朋友 也会与你离心离德 你一辈子都会生活在猜忌之中 是可提防陈叔的欺瞒挑衅和不臣之心 也许上一刻还在对你被宫取袭的人 下一刻就藏好了毒酒送到你面前 朕 现在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 是为了保护这个天下 我不是你 束手就擒吗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不 你不可能应朕的 没有人能够应朕 除非是天徽 就算是你 也不能应朕 这整个天下 都是真的 你所在意的 我根本就不在乎 殿下 殿下 属下来迟了 你没事吧 好走 跟我走吧 是不是陛下原谅我了 走吧 黄姐 天隐 天隐 黄姐 你不是变成毒蛊人了吗 没有 天徽宗将我截走之后 他就给我解了北历人下的毒 却不知为何 要我化妆成毒蛊人的样子 在他的雄风殿站一天 而且还派人 带我来这里找你 说我们一定会团聚的 陛下 欧姐 天国宗还有一封信 让我送给你 清儿 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 说明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你是我此生最恨 也是最爱的女人 我爱不起你 却也不舍得杀你 我已经派毒蛊大军 进入西丘 将北历的人赶了出去 你和你弟弟回去后 就好好地生活吧 长兵 也托你好好照顾 我走了 或许 这样的结局 对你我都好 陛下 陛下 是臣妾错了 臣妾对不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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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要接爱 国不可一日无据 虽然现在天宁已经统一 可是我们秦夕 还有三分之一的国土还没有统一 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 我要在这里为芸汐守灵一年 唐离 这皇位我从来都没兴趣做 之所以之前无事不可地锻炼你 就是为了让你今日 能登上这个皇位 哥 不要说了 我信你一句 你要亲阵爱民 做一个好皇帝 什么 我信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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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